这个老婆不在家 男人就是 平起来 平起来 说到活动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秋叶常常去参加一些慈善活动 昨天她的邮轮跟我视讯 叫我代替她去参加一个活动 我一个人去超无聊的 你们两个陪我一起去 怎么样 先讲 什么活动 讲出来 这时尚活动 肯定正向 正能量满满 满的 其实我现在还蛮需要正能量的 我陪你去 好 我跟你说 一般这种慈善活动都超级无聊 但是因为我们三个 老公阿飘是缺衣不可 所以听你 我去 好 这时不说定了 先 还可以的 好不好 一起来 今天这么开心 来 举杯为我们的正能量干杯 来 干掉 干掉 这个带这么大一杯 怎么了 不行吗 一半 收收就好了 一半 一半 老公 吴子瀚 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我去哪里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婆 很想你 你跑去哪里了 这么晚还回来 老婆 我今天跳了一支现在最流行的 叫僵尸舞 我先给你看好不好 我天哪 臭死了 到底跑去哪里了 喝那么多 是比大订单 有三百套的订单 都被我握在手里了 三百套 什么客户 还做什么的 我跟妳说 就是一个叫僑尾的 他开了三十间 美容户服连锁店 他平常压力很大 就喜欢唱歌跳舞 他说我今天表现得很好 让他很开心 如果拿到订单 我就更开心了 我钱 没 envie 去什么 吃 乌之涵 没收 届 你 说 你不是问我说 我想要的幸福是什么 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 我想要的幸福就是 希望我可以在一个乡下地方 买一块农地 然后盖自己喜欢的房子 然后我们可以在那里 种一整排的万寿菊 那边我们可以种菜 我还想要养一大群的科尔鸭 那前面有一片 可以养鱼的小池塘 然后等到我们有闲 有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跟那些 一只只的黄色小鸭玩 然后让它围绕着我们 那我还想要在前面 可以种几个百香果 还有拔蜡树 然后在下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散步 休息 栽水果吃 等到我们累了之后 我们可以在池塘边 安静地坐下来 然后把我们的鞋子脱掉 两只脚就在水面上踩踏 享受这一刻 简单的田野生活 就是我想要进 我也是 你干嘛 你打到 晨晨哥 这边不是真的超多的 这 没什么意思 拜托你们两个 以后来这种山上 不要约我好不好 手机完全没有收讯 没有捷运叫不得外送 你们确定这真的叫做幸福 朴实无华的日子 才能让你的内心 真正得到满足 内心 你确定你们将不会 朴实无华 清心寡遇到要吃沾叶泽吗 不会啦 陈千伟 我之前就有想说 在一个乡下找一块空地 然后在上面盖一个 自己喜欢的小房子 远离都市 与世无争 没有烦恼 然后跟喜欢的人 过着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一起努力 朝着幸福迈迹 好 你们两个 真的是天生一对 望向这片 什么都没有的空地 竟然有这么多的幻想 附近有Seven 老小新的咖啡 幸福 秀儷 美金 每个东西喝吧 不用 那个肖董 有没有跟你说订单的事 还没 急什么 不过看得出来 萧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 如果再继续努力加把劲 这个案子百分之百就是你的了 这个没问题 对女人我可是很有信心的 这点我相信 你对女人确实还蛮有一套的 想当初我就是这样子 文献在你的手里 我没有对你下手吧 那时候我已经认识我老婆了 是怎样 我那么没有吸引力吗 我是怕我太有魅力 到时候你会无可自拔地爱上我 我要抽身就很难了 说不定我早就已经爱上你 而且已经无可自拔了 好了 不要闹了 不要开玩笑 我看起来像在开玩笑吗 Cindy 我刚才是随便乱说的 你不要当真 先用vest 你的 你 你 ちょっと